嗨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对很开心 今天美丽的星期五 明天就是周末了 能在这个今天 晚上 跟大家再次在 命运我做主 这个节目里头 看见大家 其实今天是已经 我们已经播了 有第十一集了 对不对师兄 是的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对 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已经来了十一集 跟着我们十一集的 朋友们 在我们的留言区里头 给我们看到 一一好不好 一一 就来了十一次 打卡十一次 那如果今天你是来的第一次 你就写零一吧 那比较容易看 对不对呀师兄 是的 可以回复起来 在我们评论区 如果你是来了两次的话 估计你写二二 来了三次写三三 好吗 那让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就等一下 我们师兄要讲些什么 也在取决于 我们今天有多少的 新的朋友们 那师兄就会 哇 对 是的 哇 看到好多十一 我们的新闻 还有很多 蛮多的 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第十一集 谢谢 对 但是很重要的 一定一定 今天我们讲的课题是这个健康预防篇 所以在这个题目呢 你听一听懂 健康代表着什么 健康代表着全部 对不对 没有了健康 对的 没有了财富 对不对 对错了 那如果你的朋友还没有进来 有好多人看了好多集 也知道我们也有解析号码的这一篇 对不对 那你不要着急 把你的那个号码 如果你想要迎娶这个机会呢 就inbox到我们的小助手那边去 小助手后面后台inbox小助手 然后告诉他你想参加这一个 那个这一个幸运额 因为你只要分享三次 我们的这一个 今天的这个直播 那你就有机会 赢到我们今天的点评的机会 对不对 师兄 你要点评几个呢 你想要送出几个幸运额 那我们要看一下 大家在评论区的 回复的这个速度和这个频率 如果大家回复的积极 有可能我们会多一些机会来点评 对的 对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这个机会呢 那你就赶紧赶紧 第一先分享 分享至少三次 至少三次 然后inbox给我们的小助理 好 今天我们刚才我看到了 有那个师姐又点评 她说 今天不是说号码吗 对 今天是讲手机号 今天手机号呢 主要的这个主题会是在健康预防篇 如何从你的手机号里头 或者是看别人的手机号里头 更了解健康 对不对 师兄 你分享一下 今天你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干料 谢谢 谢谢 谢谢郑总 今天特别的开心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一次来到我们命运我做主这样的一个频道 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今天呢 我也代表了理事医学 即将为大家分享 一懂一学一用的第六代觉醒式的意境应用 所以呢 我也非常的感恩我的时效国学全球导师李从哈老师的教导和传承 还有那份的高度的引领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健康的预测 从手机号在生活场景中的一个演变 那你知道吗 这个健康对我们来讲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吗 是的 非常重要 对呀 因为健康最重要 你想象一下 你有再多的钱 如果没有了健康 请问 那个钱是你的吗 不是 不是 如果 试问一下 如果你有和谐美满的家庭 如果没有了健康 请问 那个是你的吗 也不是 OK 所以如果说你认识很多的人 很多的资源 OK 也很有成就 但是你没有了健康 请问 那是你的吗 不是 所以人到头来 什么最重要啊 就是健康最重要啊 对 健康最重要啊 健康最重要 古人常讲一句话呀 这古人常讲一句话呀 这个 你有广煞万间的 一也棉七尺啊 你想象一下 你有一百间大煞 哇 但是你晚上睡觉 也就是那一 那七尺那一张床而已 你每天也就是三餐 OK 你的衣服千百万件 你也最多是一天换三套嘛 对不对 所以人到头来 什么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那我们通过手机号 这个数字 如何能够预防预测 预见我们的健康 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我相信 大家就会能够拿到很多的礼物 如果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数字 这个号码 某一个数字 你就能够看到 这个人的健康到底如何 那是不是就让他跟你产生了一种 很深的一种信赖和链接 甚至发生很好的一种关系 对吗 是的 所以健康无价 是 所以今晚你们一定要好好听 因为师兄会分享有好多 如何从一个手机号里头看到 那你不只可以看到你自己的 还有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身边朋友家人们的 所以这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一样的记得拿起你的笔 还有你的笔记簿笔记本 然后我们现在做好我们的什么 小板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 对 好 请 好 亲爱的各位 如果您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呢 我也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头去看我们的回放 我们的回播都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 你觉得听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有一些好奇 有一些觉得是挺冲击你的想法的 我也邀请你可以把这个好的直播间 推送给更多的朋友 让他们能够一起来聆听这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号码的解析啊 好 那健康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这些数字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有这个数字或者你家人有这个数字 包括你身边有这个这个数字要特别的注意 对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呢 有些人年纪轻轻就会得两种病啊 这两种病是比较奇怪的病 OK 你看了今天这个数字之后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他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 原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己的这种状态出现 是因为这个号码的能量 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了 号码的背后 就是数字背后是有能量的 每一个数字 他都在牵引着你的能量场 包括你周围的能量场 你个人的能量场 所以接下来这个数字 特别特别重要 手机号 后五位数 后五位数 倒数的第三位 倒数第三位是数字四 记好了吗 有看到了 手机号最后五个数字 倒数的第三个是四号 四号 OK 如果你自己的号码 先看看 赶快先看看你自己的号码 倒数第三位有没有中招 或者你的家人的号码 赶快拿出来通讯录翻看一下 有没有倒数第四位中招 是数字 倒数第三位是数字四 如果有 如果有 接下来要好好听 因为倒数第三位 倒数第三位 如果是数字四 就会有一种现象 是属于那种宅男宅女型的 我太愿意入门 OK 宅男宅女 然后呢 会有一种现象 时间如果用了久了之后呢 这个号码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容易有那一种 你们有听说过叫这个忧郁症吗 忧郁症 现在好多 很多好年轻的小孩都开始会有这种的类似的这种忧郁症 对 是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他在 刚才我就分享了 为什么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容易有这种现象 睡眠不好 不容易睡 甚至迟睡 然后呢 想了很多的办法 还是 还是睡眠品质很差 甚至有很多的这个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 那是因为他有那个倒数第四位 第三位只要用数字四就容易有这个忧郁的现象 重点 重点 你们一定要写下来哦 忧郁症 这个是蛮重要的啊 因为他会有他会有一种自闭的现象 就是不太愿意跟周边的人去打交道 不太愿意去互动 OK 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特别注意他的肝胆系统呢 就是容易睡 刚才我说容易睡得迟 睡得晚 这种现象 哇 听好了吗 来 朋友们 你们记得哦 现在你看到你的那个手机号里头 有这个号码的话 赶紧现在打电话给他们 快点快点上线来看我们这个直播 因为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这么的一个转发 一个的分享 其实真的可以帮到你身边好多好多的朋友 赶紧 是的是的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如果倒数第三位是用的数字四 那就会有一种 这个忧郁症的现象 忧郁症的现象 同时呢就是宅男宅女比较不喜欢出门 比较自闭 不太愿意去跟别人打交道去互动 那如果是你说 那如果是你说 书不认 这个郑总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小朋友呢 上学的孩子他用倒数第三位用四会怎么样 其实会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这也是很多孩子的现象 就是他会比较宅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空间 家里面或者某一个角落里面 某一个位置 就是容易打电动玩具 打游戏 沉浸在网络 虚拟的世界 那你说 那如果是成年人呢 如果是成年人 就会有种现象 这个现象蛮奇葩的 我觉得 什么现象 就是他会比较宅在家里面 有可能追剧 有可能看一些无聊的 无聊的事情 当然有可能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 看电视剧 看电影 追剧 一个人发呆 一个人比如窝在沙发上 或者窝在某一个位置 觉得很舒服 他蛮享受这种 一个人独处的感觉的 那是说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单身 那他也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男朋友 那如果他这个倒数第三位 是四的话 这样也会不会 其实也有影响的 对 他有这种想法 就是有时候倒数第四位 倒数第三位用四 就是他会不太那么主动 就有可能就是 就暗恋的层面比较多 就是他可能对某一个女孩 是比较中意的 比较心仪的那种状态 但是他可能不太 不是那么很主动的 去追求 有可能是藏在心里面的这种现象 原来如此 这是 是哦 如果在这个板块 你认为刚刚苏波任说的蛮精准的 OK 你也觉得 哇 跟你现实的生活蛮贴近的 或你生活到生命当中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现象 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给我们回复 准准准 对 准准准 对 如果听了Super任 刚才所分享的 这个倒数第三位是四的 在这一些方面 你听了 哇 真的都对上号了 然后不止你自己 或者是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 给我们Super任三个 准准准 好不好 来给他苦力 转动起来 因为能量要转动 有时候你要转动一下 你的小手指 对的 要转动起来 转动一下 好 这是四 第一个纬度 那接下来这个数字 更重要 因为你只要看到 有这个数字出现了 这个人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他会得另外一种 常见的病 也是很多人能够 有这种现象的 来 倒数的第五位 准备好了吗 倒数第五位 数字七 数字七 是的 倒数第五位 数字七 他会有一种什么现象呢 选择困难症 他会思考很多 这种人呢 他会有 他会有一种倾向 那个倾向叫抑郁 会有得抑郁症的现象 你知道吗 忧郁症是一个病相 抑郁症是一个病相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是蛮重要的 这两个蛮重要的 所以倒数的第五位 如果数字是七 就会有这种抑郁症的倾向 要特别注意 而且容易想 而且容易想事情想的比较多 甚至 我曾经见过一个 这个作为一个个案呢 他倒数第五位是七 我们也见过这个人呢 是个男士 然后呢 他会有那种 就是身体上会有掉头发 包括会有吸顶的现象 所以呢 我就说你要注意你的 你有掉头发 然后呢 有脱发 然后有吸顶的现象 他说哇 没见过面 你怎么知道这种现象 所以还是要注意 对啊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一块 如果手机号倒数 第五个位数是七的话 真的真的特别要注意 是的 所以倒数第五位 如果数字是七啊 要特别注意啊 有时候他会 就是满那种纠结的层面 然后有一些那种忧虑啊 你会发现有些人有很忧虑啊 那些现象 对啊 很忧虑 忧郁 就是怕会 是说会不会也是类似好像 想的过多呢 对 想的过多 其实并没有什么 他会就会想很多 就是他那个脑袋会不停地在转啊 而且想的都是那些比较偏负面的 举例 一件事情到来 他一定会先看那个不好的那一面 所以 对 所以倒数第五位是数字七 睡眠品质要特别注意 而且会做一些比较奇怪的梦啊 做梦 白日梦算吗 白日梦不可怕 可怕的是做一些比较奇怪怪的梦 自己觉得有时候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做一些比较奇怪的梦 怕的是你的另一半在你旁边 你梦见另外一个 那就不好玩了 对吧 这叫 这叫同床一梦吗 对吧 好 这是倒数第五位 如果数字是七 在你身边有这种现象 你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回复一下好不好 让我看到更多人的转动 让能量场流动起来好不好 谢谢 好 给我们师兄这么热力的分享 给他8888 就是一路发88 哇 准准准 我看到好多的准准准啊师兄 所以 一几半 所以你们看 从一组的号码里头 就可以看得出这么多东西 尤其是在健康预防篇的这一块 所以赶紧哦 如果你自己已经看到了 自己的手机号有这一个方面 还有朋友的也有 那你赶紧让他进来这个我们的直播室 为什么呢 是的 一定要预防嘛 是不是师兄 是的 是的 我再多分享一点 接着刚才这种的想法啊 就是如果您的手机号倒数第五位是七啊 今年要特别注意 怕有头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了 然后有头痛 头脏 头蒙的这种现象 今年要特别注意 如果今年你有头部不适的现象 我建议可以尽早的去做调整 要特别注意啊 我们正好给大家提一下 倒数第五位是数字是七 是的 今年特别要注意哦 记得一定要拿下笔写下这个笔记 不要觉得听着就算了 一定要拿下笔写下笔记 然后记在心里 对 那当然 当然因为我们只是通过一个位置的数字 如果有机会你能够 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啊 你们愿意跟书博认交朋友吗 如果愿意啊 有机会可能跟书博认能够做一种连线 OK 让我能够完整的去看一下你的手机号的全貌 那可能我给你的维度参考的信息点 就会更加的精准到某一个点上 那个就会更精准无比啊 是的 所以这一次呢 你们真的有希望要在这一次迎娶 我们今晚两个幸运额呢 那你赶紧转播分享这一个 一经附有密码 因为刚才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师兄师姐 也就是我们的网友他问怎么样inbox呢 其实就是到我们的这个 一经附有密码的那个message 留下留言 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就会跟你协助在这一块 谢谢 OK 好 谢谢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乘胜加基 来最后 接下来这个数字 我觉得更重要啊 我们之前在 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直播里面都有分享过 那在这个板块我之所以再一次分享 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如果你有听说过 那我邀请你可以再把它再次加深巩固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你要特别特别特别的留意 因为这个数字的组合 是号码数字里面最凶最凶的组合 好凶 最凶最凶的组合 OK 好 不拿别人的 不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哦 也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能够听到就代表你的缘分已到 所以缘分到了要跟上 我给大家分享过 为什么今天晚上会再一次重点分享 因为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健康的预防 因为这个数字啊 是手机号里面最凶最凶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要不断的重复给更多人听 直到你听明白 你看啊 你听懂了 你不行动还是不懂 OK 做和想中间最远的是什么 是因为两个字行动 你得愿意去改变 对吗 所以你要去扭转那个局面 那20它会有什么现象啊 20啊 我先说一下 如果是女士用啊 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是我师父的原话哦 如果是女士用 要特别注意有摘子宫切子宫的现象 我们有 我们在全亚洲 我们这道体系有太多的案例 太多的数据 OK 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些 这是最真实不虚的 我不是恐吓大家 我也不是吓唬大家 因为这是真实不虚的 你千万不要拿你的健康 如果你的组合是20 你千万不要拿你的健康 跟我们赌 那个毫无意义 赌赢了 那又如何呢 赌输了 那还是如何呢 所以不管怎么样 对你来讲 就是需要要特别的认真对待 那你说 书伯任 那我如果是男士 会怎么样呢 男士要特别注意你的腹部 男性的健康问题 男性的健康问题 对 这一点重点要记得 OK 好 这是第三个组合了 我今天给大家说要特别注意哦 那另外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要 如果你有这个组合 还是要特别注意你的胸口的位置 会有 我发现今天 是我的胸肌变大了吗 有点尴尬 OK 你们在看我哪里 OK 如果是倒数第四位是2和0 那要特别注意会有胸闷气短的现象 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女士还要特别注意 怕会有乳腺结结的现象 就是我们称之为乳腺的增生 就是一块一块的那个小小的硬块啊 小小的颗粒等等 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我不断的强调 不断的重复的强调 是因为很重要 对 来 接下来这个组合 接下来这个组合啊 倒数第四位是0 倒数第三位是2 正好颠倒过来 翻过来 02 来看我们屏幕 02 02如果是女士用 嗨 亲爱的各位 会有什么现象呢 要注意哦 女士容易有切乳房的现象 OK 男士 男士会有什么 你说男士会不会有 也会有乳房的问题 我告诉你啊 其实是有这种 是有这个症状的啊 就是要特别注意 男士要特别注意 他的心肺的功能 心肺的功能 怕那个血管会有 血管变窄 血脂变稠 然后呢 我们经常称之为 叫三高 对吗 OK 血压高 胆固醇高 然后脂肪 脂肪高 他有三高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不管男士和女士啊 就是你的 腋下的那个淋巴 是有些不通的现象啊 你看你去中医馆呢 你去做推拿的时候 那个中医师说 嗨 哈喽 帅哥 哈喽 美女 我在给你推拿的时候 好像你这个地方推拿不动啊 然后有磕磕丽丽的 咯咯答答的推不动 那个是什么 那个中医师经常说 这叫气节 因为气不通畅 就堵到那个地方 人是靠两个东西 身上靠两个东西来运转的 一个人健不健康 最主要看两个 一个是你的气 气通不通畅 OK 气通 则你的精气神就足 那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你的血 血一循环 人是一个造血型的 一个功能的 如果你血不足 那就容易气色不足 对吗 你看经常说 这个人贫血 这个人血 血气不足 有些人血很足的时候 就血气方刚年轻气盛 对吧 这都是说的气和血的运转 所以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20 那你说 那个男士要注意哪里呢 刚才我说过了 你的心肺功能 血压 有时候容易 血压高 甚至有血压低的那种现象 就是心力不齐 心率不齐的现象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那如果你的心脏像这样子 你才会有点受不了 OK 师兄 只是你现在才分享了 四个号码 哇 这些号码就已经可以 从一个组合里头 就看到这个健康方面 这么这么重要 所以真的 这个数字真的 这个能量 越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它就越危险 越可怕 就比如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病毒 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 但是它就存在着 所以 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 真的 大家切记切记 今天Superman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听到他说了好多次 特别特别要注意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 为你们自己的健康 为你们自己的生命 爱自己 然后记得一定要好好地听下去 也借此机会也分享给更多人 因为越分享越有福 好吗 好的 好吗 好吗 可以转动起来 好不好 可以把这个好的频道 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发现 我们希望真正帮助 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人 说实话 我们真的不可能帮助全马来西亚 三千万人口 不可能 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一个发现是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有缘人 那些值得帮助的人 那你愿意能够想去改变 我们就能够链接上 所以就像一个明星一样 OK 他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对吗 那他有一部分喜欢他 他的粉丝量就OK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只愿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想把这个命运我做主这个频道 这个直播打造成最有含金量 然后你学的不是知识 是先天的智慧 他能够拉高拔高你的境界和格局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 大家听懂的话 记得在我们留言区上面写着 我爱什么 我爱你 还是我爱什么 什么 命运我做主 是是 我爱命运我做主 接着 回复520好了 520 代表着爱你命运我做主 我喜欢 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OK 可以 特别喜欢520 OK 好 OK 好 那我们就 对 我们大家在回复的过程当中 我们待会会继续看评论区 谢谢 我们现在继续来给大家来做分享 那第五个组合 我现在已经讲了五个组合了 第五个组合 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 倒数第四位 倒数第三位 刚才我们都讲过了 对吗 现在我再给你转换一下 你看如果你看我们的直播 你会发现 原来就这五个数字 五个位置的数字 变来变去 是的 位置不同 数字不同 千变万化 局面也大不相同 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我觉得能够学一样东西很好玩 很有意思 这个是最有趣的事情 对吗 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累赘 一种负担 一种压力 那个就没有意思了 就失去了你学习的那个动力 对吗 对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再玩一个神奇的魔法 现在是那个能量 数字能量魔法师 建政奇迹的时候到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OK OK 来 倒数的第三位是零 倒数第二位也是零 哇 现在各位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 你看我们能够这样很坦然的 很自然的跟大家做分享 是因为我们 我们看了太多的案例 看了太多的故事 我记得我师父常讲一句话啊 就是 听懂了故事 你就少了事故 特别是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线下一经富有密码 当然如果有机会 在你们即将要学到的一经富有密码 我们线下三天两晚的进修课 你就会听到太多人的故事 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哇 我这点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听懂了故事 你就少了事故 那这个组合会有什么现象呢 对我们的健康如何呢 特别是如果女士要注意 要注意你的肠胃 OK 会有负胀感 而且你的妇科要注意 要注意妇科 怕会有一些这个 我们经常说的啊 就是这个健康的隐患呢 特别是女性的妇科方面 就是比如说会有历价历价 你们知道是叫历价吗 咱们那边 就是月经 好像我变成了妇科主任 对吗 妇产科主任 妇产科主任 OK OK好 所以拉回来看啊 所以要特别注意 就是他会有这方面的隐患要注意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个案的时候呢 我跟一个女士讲了 我说你要特别注意啊 你的妇科子宫里面有血块了 她说不会啊 我很健康的 然后呢 你知道吗 我说那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他过了大概有两个星期 我们在线下开分享会的时候 那一天呢 他都特地特地跑到我们分享会的现场 然后呢 跑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 要给你点赞 给你鞠躬 表示感谢 为什么呢 太准了 因为他去医院检查 发现里面是有血块的 然后就做了相应的这种清理 然后就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亲爱的各位 一个手机号 有时候就能够挽回一个人的健康 难道这不能够引起你的重视吗 你还 你还在想 你的人生要碰运气 然后 这个运气碰对了 就能够有好的收获吗 不对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过了碰运气的时代 我怕你看似前面是个好运气 碰上去是个难强哦 对对对 特别要注意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你说男士会怎么样呢 我发现今天晚上我们讲的会比较open 很开放吗 如果你觉得开放啊 其实这个还好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只是我们在解析深度的冰山一角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 如果你有机会 有机缘能够让舒不认 然后完整的看一下你的号码 你在我面前没有秘密 OK 你身体哪个地方有隐患 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 好 来男士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男性的健康的问题 特别是腹部以下 我不用说那么明显了 不用说那么明显了 好像也蛮明显的对吗 你们能够接受吗 所以女士兄继续说直接一点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个案的时候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蛮多的个案 我有一次在WMA的office呢 去做个案的时候呢 有一个女士的 我们一位师姐她上完课了 然后呢 她也学到了一些手机号的 一些基础的测算 那她就知道她老公的号码不太好 那于是那就正好有一个名额 一对一咨询 那她就把她老公带回来 带到我们的office来去做沟通 前提是她老公不相信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在接触的一个 看到了一种现象啊 不相信 那于是呢 我在跟她聊的时候 我就跟她讲 我说哎 嗨 我说你相信易经吗 她说还好 那我说你最想了解什么 通过你的手机号 她说 这个关系健康财富 说了蛮多的 我说你最想了解一个是什么 她说健康 那我说 说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啊 就是你会有晚上起夜的现象上厕所 就是晚上跑厕所呀 然后呢 她说 你通过这个号码怎么看到的 然后呢 我说 我就是能够看到 所以00要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 有一些 她最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蛮好玩 蛮有意思的 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学问的精湛呢 她说 这些事情 现象 她说她老婆都不知道 因为她老婆晚上睡着了 是的 我记得你这么一说的时候 其实你在做很多个案 一对一解析的时候呢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过 有一个她自己有亏指甲 你都知道 你都跟她说的 她都吓了一跳 对的 那个案例还是蛮经典的 因为是我们马来西亚蛮知名的一个媒体 我就不报了 那那个 我就跟她在一块聊的时候呢 她说她不太相信一经啊 你知道 我就跟她讲 我说 第一个 你要注意你的腰部哦 第二个 我说 你要注意 你有灰指甲 然后说完之后 她那个脸 哗 就红了 然后呢 她就很奇怪的 蹬大眼睛看着我 我就问她了一句话 我说 嗨 我说 你有拖鞋子 让我看你的脚吗 没有 所以 亲爱的各位 不是我们厉害哦 是因为老祖宗传承这门学问 太给力了 所以你要学 就学最顶尖的 最精湛的技术 让你少走弯路 好 这是零零 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谈更多好吗 先切到这里 那接下来 另外一个数字 还是倒数第三位 和第二位 叫零一 零一 这个就蛮好玩了 来我们玩一些比较神奇的魔法 我们很喜欢玩那种魔法的 这种现况 如果有机会 你能够跟苏波人多一些互动 然后你会发现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亲爱的各位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命运我做主 我们已经做了第十一期 在接下来 我们也会有不同的 我们的师兄 我们的师姐 我们会邀请他 走进那个直播间 跟大家来分享 不同的主题 就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越来越好 好不好 好 慢慢地 那零一会有什么现象呢 零一要特别注意 你的腹部 怕会有那种 胃穿孔 胃出血的现象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为什么会有那种腹痛 胃穿孔 然后那种现象 是因为它有可能 这个宿主 会有这种现象 要注意 而且你的腰部 腰部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的尾椎 怕你的脊椎 容易有侧弯的现象 脊椎有侧弯的现象 好 我们加快一下速度 这是零一 未来有机会 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更多 好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好期待 OK 好 来下一个 倒数第三位是零 倒数第二位是二 零二 你看 零二和零一 完全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零 零一 它是你让你的腹部 胃容易有出问题 胃穿孔 或胃出血的现象 那零二呢 零二要特别注意 你的腹部 腹部容易有一些这个结石 包括你的这个肾的位置 就是不容易消化 就是腹部里面容易有一些硬块的现象 就是不消化 腹部比较脏脏脏的现象 好 那如果是女士 我在这里面也提一下 如果是女士 怕会有这个子宫有长腥肉的现象 要特别注意 OK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 现在各位 有机会我们再聊更多 因为我希望 我先说一下 我说这些号码 这些数字 如果你现在没有 那你要庆幸 如果你有 OK 那你要学会预防 你要预防 那更重要的是 没有不代表未来不会有 所以你还是要注意 宁可 宁可事先做调整 也不要等事情发生了之后 再去做调整 那就晚了 对吗 所以 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 来 最后一个组合 如果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以上 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数字 这些组合 你就能够快很准的 跟对方切到那个点上 对方很惊讶的看着你 哇 难道你也是妇产科主任 难道你也是泌尿科主任 OK 来 最后一组的组合 倒数第二位是九 倒数第三位是九 九九 九九 昨天我们分享了 倒数最后三位都是九九九 会怎么样 在这个贵人上 就会吃很大的力 贵人越不足 那同样 倒数第三位 倒数第二位是九九呢 会要注意是什么 就是 会有 会有那种现象 就是喜欢喝凉的 喜欢喝凉的 腹部会有那种 灼热感 会有热 灼热感 灼热感 比较喜欢喝一些凉的 凉的冰凉的冰块的一些食物 然后来刺激你的胃 然后呢 会有一种饱腹感 而且 九的现象呢 会有一种打嗝 打嗝的现象 就是胃寒 胃风 的现象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 好 第三个纬度 就是财富 就是那个健 就是你的健康 要注意就是肠胃的消化功能不太好 消化功能不太好 就要注意 第一个 不容易消化 第二个 消化太快 消化太快就会有一种那种现象 叫一泻千里 哇 他会一直想吃东西呢 对 他会 会不停啊 因为他会有那种灼热感 而且他是有那种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如果有九的人呢 倒数第三位 或者说这个倒数第二位 这两个组合有九九 或者有单独第三位有九的 他其实是蛮有那种 饿得快的现象啊 就是消化快 饿得快的现象 OK 好 那今天的数字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这是 这是最不利于健康的几个数字 你还是要先清楚 那你说 说不然今天你讲的 都是一些比较可怕的 一些数字的组合 有哪些数字 对健康来讲是比较OK的呢 我如实的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用一个数字 跟你讲 他的身体哪个号码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讲是不科学 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是有五个位置的 如果某一个位置 你觉得这个号码好 但是如果这个号码被课呢 他就不太好了 所以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还是要特别注意 你先知道哪些号码不好 未来有机会 你要知道哪些号码是有利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循序渐进 学习是有层次的 一步一步来 积极不着急 好吗 好 谢谢天爱的各位 如果在这个板块你有收获 那可不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回复 然后呢 准准准 好吧 谢谢 那其实我们也即将要开始进行连线了 对吗 对对对 我们即将要开始连线了 在我们连线的当中 就让我们这个给Super Run 刚才所分享的这一个方面呢 给他就是准准准 来让我们的小助理 看让我们连上一下我们的幸运额 OK 所以看看是哪一位呢 然后是什么号码呢 Hello 嗨 Hello 好 听到 师兄 这个号码是29212 哇 好 你最想了解什么呢 健康吧 健康 这个号码你用多久了 应该是蛮久 又蛮久了 好 那健康上呢 你要特别注意哦 注意什么呢 注意你的腹部有那种 有腹痛感呢 嗨 待会儿我 我跟你讲的时候 跟你分享的时候 如果有哪一点 觉得是蛮精准的 跟你现况是很贴近的 你可以给我伸个大拇指 OK吗 OK 好 第一个 已经蛮精准了啊 好 第一个 刚才我说过了 健康要注意你的腹部有腹痛感啊 然后有时候有时候消化 嗯 消化不太好啊 腹部有腹脏脏脏的现象啊 耶 其实你吃的蛮少的 但是好像你消化不太好啊 嗯 对 对 OK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在健康的尾部啊 你要注意是什么呢 注意就是 嗯 有时候啊 你的情绪啊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一点啊 就是脾气有时候 说发火就发起来了啊 没 OK 其实你的外在和你的情绪是不太一样的 OK 你要注意要稍微的把情绪做一些转化 因为气大伤身啊 脾气大了时候就容易伤你自己的身体啊 OK 好 那另外一个呢 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腹科的子宫啊 子宫上面要注意啊 OK 好的 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尾椎啊 你的腰啊 腰的尾椎会有 做的时间会有一些腰栓的现象 哇哦 都是准准准 OK 最注意的要注意啊 就是你的腿部会有那种无力感呢 会有那种发软的无力感有时候 嗯 就是使不上劲呢 或者有一种软软的现象 腿没力的有时候无力感吗 没力气 没什么留意到 嗯 没什么留意到 没什么留意到啊 好那 那我再问你一个细节啊 你坐着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蛮喜欢盘腿坐起来的 所以从上面来看呢 整个号码来看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你的 你的睡觉啊 睡觉的品质有时候不太OK啊 特别是晚上晚上其实睡的状态都是基本上都是在零点以后才睡觉啊 OK 好 所以还是要早睡不要熬夜啊 因为熬夜伤身 OK OK 好 这个号码呀 不过有一点啊 你的另一半挺疼你的啊 嗯 OK 好 基本上就先说到这里吧 你要学会 如果给你总结一点 就是你要学会去释放你内在的那个压力啊 有时候你内心藏了太多的一些压力 为了这个家庭扛了很多 为了事业工作扛了很多的压力 所以不见得你会把这些东西都跟别人去讲啊 你会藏在你心里面啊 所以要学会找一个途径和管道释放出来 哎 你太累了 有什么意见吗 有什么意见 为了你的健康啊 这个号码0到100分啊 我给你打分一下 这个号码0到100分 勉勉强强 只有29分 那我需要换掉吗 呃 如果你想 你想更健康 你想更健康吗 应该答案是是的 对吗 所以如果你想更健康 呃 我建议你可以 可以去 当然 当然也可以先不用换啊 因为 我们刚开 刚刚 刚刚认识啊 缘分还不够深 OK 当然如果你想 调整啊 我强烈建议你去找一个 呃 能够帮到你的人 那个叫理事医学啊 呃 或者说你可以 对 有机会可以完整的去再解析一下你这个号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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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先说到这里吧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优异经营 好 来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的这个幸运额 所以来 请小助理把幸运额给带上我们线上 嗨 嗨 你们好 好 师兄好 师弟好 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我简直要醉了 这个号码你用十年了 哇哦 你这十年 你这十年过得像过山车一样啊 起起伏伏 点赞 他都开始点赞了 你看 你最想了解什么呀 健康事业 可以吗 健康事业 健康事业对吗 对对对 OK 好 健康上啊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 有时候你的气会不太通畅啊 包括你的嗓子这一块啊 OK 你早上起来会有干咳 会有 会有那种咳痰的现象吗 没有没有 暂时没有 有不舒服吗 嗓子 嗓子有不舒服的现象吗 热气 那种 有时是热气那种 手法还好 没有 暂时没有 没有这种 OK 那你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 要注意 好 那健康的纬度呢 其实你要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 你的血液循环呢 你的血液循环 有时候你的心脏容易有那种压迫感 那种紧迫感 紧迫感 心脏有些紧紧的现象啊 OK 然后呢 另外你要注意啊 就是你的 你在身体上呢 其实你的睡眠呢 不太OK 不太好啊 就是 就是有时候睡眠呢 睡得昏昏沉沉沉的 而且呢 你的记忆力是有点下降啊 记忆力下降 有时候容易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啊 突然断片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认识学我记得 你的记忆力要注意啊 OK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可以说的直接吗 就是你的复刻要注意啊 会有一些严正的存在啊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面子书上这样这样解析啊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深入的点对点一对一的咨询 可能会给你解的会更透彻更深入 但是刚才那几个伟多你都讲大拇指了 都是蛮精准的啊 好说说你的事业吧 其实你追求的是那种轻松赚钱啊 你有蛮多的想法和点子的 但是呢 你是一个梦想家 你也是一个空想家 你想的很多 做的很少啊 对 其实你在一路上都不缺贵人啊 但是呢 就是总是说这些贵人好像就没有给你带来蛮大的那种支持啊 所以你自己的动力上也有不足的现象啊 特别是 特别是有两个年份的 特别是有两个年份 第一个年份是2015年 你可以重点回顾一下 那一年对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我忘了什么事情 没关系时间太久了 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2015年你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转型期啊 那今年也是一样 今年对你来讲的压力也是 也是比较大的压力啊 今年 OK 好 最后再送你一个礼物 你要注意你跟你的夫妻关系啊 嗯 要特别注意 老公很疼我 对对对对 他疼你的方式是他蛮离不开你的 对的 太疼的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婚姻咨询专家了对吗 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OK 如果你这个号码0到100分打分的 勉勉强强啊 比刚刚那个好一点点 你这个号码呢 勉勉强强只有31分 哈哈哈 比他刚刚多2分 还好 还好还好 对对对 所以長期而言這個號碼我真的不建議你用啊 因為容易得不到你的那個結果啊 好吧 那我們到時候來做相應的鏈接好不好 好的一定好的謝謝你們謝謝 感謝晚安加油 幸福啊感恩謝謝 所以親愛我們各位自播間的夥伴們 你看我只是只是剛才通過一組數字 就能夠快很準的發現問題 他的病因他的健康他的事業哪一年到底如何 甚至他的關係到底如何 這個人在家裡面他當不當家等等 都在那個裡面做呈現 你不覺得好奇嗎 如果你很好奇你的號碼 我建議你不要猶豫 心動不如行動 你可以到後台去向咨詢我們的小助手 來了解更多 因為我們有相應的這方面的服務 我們這方面是專家 我們做我們最專長的事情 為你答疑解惑好不好 好感恩師兄 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了解自己的這一塊 因為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一個點如果你需要這一塊服務的話 記得到我們後台我們的inbox那邊 一經附有密碼然後向我們的小助理 詢問這一塊服務的詳情 好謝謝大家 那當然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我們在這個手機號的這個維度裡面 就是第四點了就是說的這個健康預防篇 今天你快來到了這個結尾了 那明天呢這個週末其實很特別 我知道其實人家說清明節 我說是的但是我們都走不出去 我們都在家拜都在家裡對不對 待在家 所以這個週末呢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還記得有一期我們的這個直播間的朋友們 都很強烈的希望聽到的就是關於親子 關於父母跟孩子的這一塊的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的直播日呢 將會陪我們度過這一個的週末的下午 哇哦 所以直播日呢 將在這個週末的下午跟大家談的就是 我們會親談的就是父母這一塊 如何成為更懂小孩你的孩子的父母 所以我們會有兩集 一集呢會在週六 另外一集呢會是在星期天 所以會在下午三點三十分到四點四十分 這個時候 Hello 親愛的各位 我已經我已經按捺不住我這個興奮的心 然後呢開始興奮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主題太給力了 如果你希望跟你的孩子關係更好 其實剛剛我們通過號碼解析啊 有些點能夠看到跟孩子的關係 如果你想更懂孩子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夠望子成龍 那你要相互學會跟他交朋友 對嗎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嗎 我們在跟孩子溝通的時候 最應該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你懂不懂這個孩子 我們總是希望讓孩子 你要聽話 你要好好學習 你要乖乖的 你要聽老師的話 哇他什麼時候都成為一個乖乖女 乖乖男 那他什麼會有自己的想法嗎 你知道他到底自己在想什麼嗎 有時候我說一個現象 我們總是希望孩子能夠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成為一個社會上很有地位 很有成就的人 我們要讓孩子好好學習 然後讓孩子好好考試 如果你問孩子 你說孩子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你這個孩子說 我想成為一個科學家 然後你可能會啪給這個孩子一巴掌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夢想跟你的夢想不一樣 所以你才覺得你不要成為一個科學家 那個對你來講太遙遠了 對嗎 所以你跟孩子的溝通太重要了 你知道如何去相處嗎 舉個例子 我在跟我的孩子溝通的時候 OK 我都會用更好的方式去點贊 去鼓勵 要學會鼓勵到點上 如果他的考試成績很好 你千萬不要說 孩子你真棒 你就是個天才 你就是太給力了 我告訴你 如果他下次考不好 考不到100分 我告訴你 他會覺得自己是個笨蛋 所以你就會給孩子 種下一個不好的因 你要學會告訴他 這次你考試考得不錯 給你點贊 下一次繼續加油 所以要點到點上 蠻重要的 如何跟孩子溝通 明天下午 不見不善 對 很重要 當然在用這個十二神數 把你看透透 這只是我們其中的一個的 這個的主題 當然我也有好多人 他說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 想要現場也做點評呢 那也一樣的 我們將分享 讓那些幸運兒 有機會的 迎娶我們這一個唯一的明天 一個時段 那你記得就要怎麼樣 分享我們的易經富有密碼 然後讓更多人來一起觀看這一個 我們明天下午3點30分 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 明天下午還有個要求 我還有個要求 一個請求 一個想法 一個發心 如果你這十一期跟著我們 你覺得很有收穫 同時你對明天後天這個主題 你連播 如何成為更智慧的 如何跟孩子更通 成為一個好的父母 我也邀請你把這個主播 推送給更多的人 讓他們能夠走進來 好不好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板塊 這個環節能夠幫助更多的家庭 受益 好嗎 是的 是的 越分享越有福 所以這個周末 我們就約定你了 好不好 就到此 好 我們將獻上我們學友的這個視頻 聽懂的故事少了師傅 我們明天下午3點30分見 拜拜 明天下午見 拜拜